我要爱到永远 有人说我是无根的小草 可是我要用我的心血浇灌它 哎呀 念了什么呀 有人说我对你的爱是无根的草 可我要用心血来浇灌它 让这颗爱的小苗 在你的心中长成参天大树 你是我的山 我是你的海 你给我一生的情 我给你一世 我要给你永远的爱 文剑 你快点醒过来 快点起来 等你好了 你就可以回到立方的身边 立方等着你呢 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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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是冬儿 冬儿 冬儿 好 我马上就搬完了 王大川 过来一下 来 过来 从今天起你们俩就不要在这工作了 什么 为什么要解雇我呢 理由就是不合适 老板 我们才工作两天 您怎么就知道我们不合适呢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那好吧 老板 那就算是我站在前台不合适 可是我们家大川 他当服务员还不合适吗 他也不合适 老板 我 好了 不要说了 就这样吧 你们俩收拾东西走人吧 怎么又被解雇了 什么都不用问了 好了 好了 我猜完就过去 赵小旭 经理 您好 那个 你被解雇了 为什么 经理 我这不看得挺好的吗 这个我也不好说 你还是自己想一想吧 好吗 经理 你走吧 我 大春 你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什么 你说咱们为什么 先后被好多家企业录用了 可是没过几天 就莫名其妙的被辞退了 你说 这能不能在背后 有人操纵着呀 是我也这么想的 你说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刘总 刘总可能吗 肯定是他 我去找他去 算了 为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窝囊啊 人家都骑到咱们头上来了 你怎么还这样 不是 咱们这小胳膊凝不过大腿啊 再说你也没有证据啊 让你窝囊死了 我看还是这样吧 咱们再去报名试试看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 没有人再敢招咱们了 肯定是 别人先把咱们招走 后脚刘总电话就打过去 逼着人家把咱们给辞退了 肯定是这样的 他不说白道黑道都沾吗 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 小雪 能不能是王思梦啊 王思梦 所以我会给你一段时间考虑 如果你还想回来 我还接受 那你说 会不会是他 我觉得 还是刘总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咱们俩怎么办呢 走吧 回家 喂 哪里啊 什么 好 我马上到 快点 王子出事了 快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快点 对不起 停车 出租车 快快快 停车 师父 到五月 快 快 快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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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师父 快说呀 我觉得他脸上不好 嘴唇发紫 一看不好 赶紧帮他上医院 保个人 刚打热车 怎么了 孩子没劲 没劲了 小心 小心 我的王子 你们 谁是孩子的家里 我 我 大夫 孩子怎么样了 放心吧 已经抢救过来了 他得了什么病 先天性心脏病 情况非常复杂 他怎么能得这种病呢 他能治吗 大夫 我求求你 你一定帮他抢救过来 我求求你 求求你 你们放心吧 我们会尽力的 孩子 现在虽然抢救过来了 但是为了防止感染 已经送到重症监护室了 如果晚来十分钟 孩子就有生命危险了 都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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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别人 阿姨 不怪你 要不是你其实把孩子送到医院 他可能救 我 谢谢你 阿姨 患者家属 你们别太激动 听我说好吗 你们听我说 孩子现在虽然抢救过来了 但是情况非常复杂 必须马上做心脏手术 否则还会有生命危险 坐 我们坐 那好 那你们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交纳手术费 大夫 手术费需要多少钱呢 大概要 二十三四万吧 二十三四万 二十三四万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天天给你收线可逃 以前 我是求你 给建平两口子送个柜子 胡孙 现在我有了难了 我亲孙子有了难了 您念我 对您一片诚心 天天给您磕头的份上 保佑保佑我孙子 保佑保佑他 把他的难 把他的灾都搁在我身上 搁在我身上 哪怕让我娶他去受罪 替他去死 都没事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求求你 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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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我孙子 帮帮我 求求我孙子 求求我孙子 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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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多少钱呢 不到三万 我这儿有 一万两千二百多块钱 这一万块钱 是卖房的钱 这两千块钱 你还记得吗 我褥子底下那两千块钱 后来我想起来了 是建平临走的时候 给我的零花钱 我当时说不要 建平 偷偷都放在我褥子底下的 这二百多块钱 是你们给我开的工钱 一部分 给孩子花了 还剩下这二百多块钱 凑一块儿给孩子治病吧 用吧 阿姨我们不能用你的钱 您拿着 什么你们的我的 就孩子命要紧 阿姨 我 我也谢谢您 我会还给您的 而且要加倍地还 阿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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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电 我这有一千块钱 虽然 顶着什么大事吧 但是能救急 拿着 谢谢你 没大钱 说这外道话 这什么谢 这自家人 说这个 还算多少 二十万 二十万 别哭 别哭 这哭坏了 你俩到这鸡坏了 这想办 不用那句话吗 天无绝人之路 有人吗 我知道没人 是你救救他 小旭 你看你也是没个亲戚 大春 你也没朋友 求谁呢 我这也是听得叮当响啊 要是我认识个什么 有钱的老总啊 小旭 给刘总打电话 求他一下问问 我看他一贯对你的态度啊 可以打电话问问他 说不定对我们生路的 就是他 这时候你说这要干嘛呀 你赶紧给他打一电话 求一下不要紧 你干什么 你不求我求 你这么没有骨气啊 孩子的命重要 还是骨气重要 给我 别吵 别吵 别哭 喂 刘总 谁啊 是我 我是王大春 什么事啊 有件急事 我的孩子住院了 医疗费大约需要二十多万 因为我们不认识其他老总 就认识你 看在我和小旭给你当过员工的份上 借给我们好吗 我们 借钱 我也有困难呢 少借点 求你了 刘总 帮帮忙吧 哪怕少借点好不好 现在有句话你知道吗 宁借老婆不借钱 再说了 你们两口子 想挣钱 不都是有办法的吗 刘总啊 刘总 刘总 我 我告诉你没有用 我告诉你没有用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嗯 哪位啊 姐 是我 王大春 是你啊 有事吗 我的孩子住院了 急需手术费二十万 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不是慈善机构啊 王姐 亏你还是个男人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不要急 你们俩不要惨 小旭你别哭你别闹 咱们想办法好不好 那同学呢 对面那叫什么 许倩倩吧 家里没人大门锁着 贱兵要在肯定能借给他们钱 是啊 你借借到香港保胎去了 咱连个电话都没要 都赖我都赖我 当初贱兵说给我留电话 我没要赖我了 赖我 别急别急 我想吹主意来了 卖房 把这房先卖了 卖房 那我们住哪儿啊 你们俩先凑凑凑 挤在我那儿去 我把你解放 挪我那儿就睡 可是我们家这房地段又不好 这又是洞签的房子 我觉得卖不上几个钱 二手房现在挺好的 这好地角 咱们也四五千吧 就你这洞签的地角 咱就算三千五吧 你多少平米啊 三十五 三十五 十一二万的有了 对 好 好 你们俩再商量商量 卖房 这个地段不是什么好地段 再加上房子带签 你们也就卖个地角钱 估计价钱不会太高 小姐 不管怎么样 你给我们估个价好吗 顶多也就两千六百元一平米吧 两千六 怎么办呢 这还不知道有没有买主呢 行 两千六就两千六吧 小姐麻烦你 跟我们立刻联系买主好吗 行 我联系一下看吧 喂 你好 怎么样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过去 怎么了 小旭 王子病情恶化了 我得赶快去 你在这办理卖房手续 不管多少钱咱都卖 知道吗 好 我先走了 好的好的 没问题 我一会儿跟你联系啊 好 再见 好了 联系好了 但是对方说了 也就是出个地角钱 只能出到每平方米 两千二百元 才两千二 他说了 只是出个地角钱 你们要是觉得不合适 那就算了 不不不 好 卖了 卖了 快点给钱 快点 哪有这么简单呢 我们这得按程序 一样一样的办 我们急着用钱呢 你别在这吵啊 你把身份证给我 我给你办 快 王大春 你不是房主啊 我是啊 房主是赵小旭啊 他是我老婆 我是他丈夫 那按照规定 必须赵小旭过来亲自办理 你没听懂吗 他是我老婆 我是他丈夫 你看清楚 我是他丈夫 你是他丈夫 有什么用啊 必须他过来亲自签字 你怎么就不懂呢 我是他丈夫 你看到没有 你看清楚 你自己看呢 你有病呢 你快坐下吧 你办不办了 不办把手机拿走 好好好 办 什么人呢 大夫 还都怎么样了 你来了 刚刚抢救过来 我能进去看看吗 不行 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凑足手术费 别的就交给我们办吧 别的就交给我们办吧 拜托你老大夫 好吧 你放心吧 王子 来 悦人家属 现在你还不能进去 千多伯 怎么办 孩子 我的王子 你爸爸真的没用 真的没用 好了小许 别哭害了身子 小许 咱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咱们会有办法的 还有什么办法好想 帮子都卖了 也没凑够钱 卖了没有啊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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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多少 卖了七万多块钱 七万块钱啊 这劲压太低了吧 七万就卖了 不卖了 不卖了怎么办 不卖了怎么办 还差多少啊 还差十万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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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管捂了一顿饭 咱们老百姓拿命换 行行好行行好 你帮帮我 我求你帮帮我 放手 你这老太太 穿得这么干净 怎么还要饭呢你 丢人 行行好 行行好 帮帮我 我孙子住院需要手术肺 帮帮我 帮帮我 吓成艾 兰晓银 一个前面 都说麻烦 给我点钱 谁不喜欢自己 生的儿孙 都说麻烦 都是自家的宝宝好 长得再丑 也觉得均 寒在嘴里怕花了 红在手心怕雨里 老母记忽着 小鸡仔 一带船一带 一军又一军 小鸡 阿春你怎么在这呢 你也想要买份吧 只剩下这个办法了 听我说 如果有人买 就卖我的 不 你是男人 是一家之主 卖我的 我不是一家之主 我是个废物 知道吗 我是个废物 除了有一个好事 我什么都没有 你还要养这个价 如果有人要买 就卖我的 现在不是整这个的时候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买 就算有买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买 现在不是有法律规定 不让买卖人体器官吗 如果有人来买的话 咱们也只能说是捐献 要是没有人来买的话 可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小鸡 你不要哭了 不要难过好不好 你赶快 去医院照顾王子吧 我想把这个贴完 你拿我 我写的去贴吧 反正都一样 那我先走了 谁让你乱听广告的 扮假装的是不是你 跟我走一趟 我 站住 别跑 你给我站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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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没要这几个钱 先过来 娘 娘 只靠要饭是要不了几个钱的 娘也没什么能力 没要这几个钱 现在的人对药犯的都没有什么好感 我求求你不要丢人了 赶快回家 好不好 这是什么呀 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和小徐决定 卖肾 卖肾 不是肾是什么呀 就是妖子 听说一个能卖十几万 妖子 妖子能卖十万 有些人得了尿毒症 都等着换肾呢 那卖我的 我老了 活不了几年 要妖子也没用 卖我的 你都说了 你都这个年纪了 零件也都废了 谁还能要你的肾呢 大春 卖你的 别卖小序的 这我都知道 可我现在不知道让不让 卖有谁要买 不知道能不能卖得出去 我现在 我都要疯了 那怎么办呢 喂 大春 小徐 你有没有接到买山的电话呀 没有 那怎么办呢 方总的病情越来越重 再不说再不说什么说 都不行了 我知道 小徐 你不要哭好不好 我会想办法的 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大春 大春 你上哪儿去 我去找钱去呀娘 找钱 娘 我有办法了 我想到办法了 我一定可以赚到钱的 回去 千万不要跟小徐说 找钱 上哪儿找钱去 大春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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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您跟上钱的那辆车 你不能上车 这钱都给您 谢谢您 都可以 都给您 不行不行不行 快点 快点谢谢您 欢迎光临 大娘 您不能进去 酒店有规定 我儿子在里边 大娘 我求求您把你 让我进去 大娘 您真的不能进去 不好意思 干嘛要借呀 我给你 我只想借 我只想给 王子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好不好 你太不识台诀了 我告诉你 我还从来没有 征服不了的男人 也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木讷的男人 行了 你走吧 等一下 我愿意 下来 大春 你才呆屋呢 下来 下来 大春 你才呆屋呢 大春 大春 咱们家再穷 不能走下道 大春 大春 站过来 大春 大春 下来 你要带不下来 娘撞死蛋 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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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下来 你不能 下来 娘 是我娘 娘 大叔 娘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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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薛 小薛 没大姐 怎么回事这是 我怎么听说大叔抢钱去了 这不是添乱吗 你说这孩子怎么添乱吗 你别疏 你疏怪了身子 这不是想办法吗 你赶紧找人 让人到里面把他给弄出来 我不想管他 王大叔 这要把我给害苦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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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婚小都不天不乱门 别哭 你坤了身子 大的是抢劫罪 十万块的抢劫罪 不管他 不管他 这个混账的豆滋 小薛 小薛 别哭坏了身子 孩子 孩子正在医院 等着凑钱救命呢 可怜的孩子 赵小夕在家吗 谁啊 你们什么时候还送花啊 这不关我的事 我只管送花 先别扔 送花的人让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扔 一定要当面打开 赵小夕 别扔 别扔啊 这什么呀这是 小夕这是什么呀这是 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钱 钱 钱 送花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他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 你得告诉我 要不然这个钱我不能收 不好意思 小夕 这钱得收 救孩子要紧 王子的命要紧 我慢那么多了 来签袋签袋 早去签 送这么多钱 还有救命的钱 有钱 救命钱来了 谢谢 有钱了 不客气你走吧 救命钱有了 救命的钱 有了 救命的钱 救命的钱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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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怎么着 电视都给卖了 来帮你放 小心点 小旭 电视值几个钱呢 你也给卖了 我哪有心思看呢 再说你家在我平方里 放在电视 连转身的地儿都没有了 就是 小旭别难过 到时候上我们家去 跟我一人在大屋里看 一台电视更高兴 你们家都已经搬完了 我准备锁门了 你们用不用进去看看 别拉下什么东西 看了吧 没什么东西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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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天跑哪儿去了 你去哪儿了 现在咱们家都没了 你想起回来了 我没有东西给你吃了 你走吧 别别别别 留下来 留下来 老汉怎么说着呀 狗不嫌家贫 而不 留下来 我养着 没顿省一口 够他吃的 小旭别难过 什么 我先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去 以后咱们有钱了 别气 没什么 我得先回去收拾一下去 我先回去收拾去 我先回去收拾去 行 爸 妈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当初你们为了给女儿留下点财产 省吃俭用地买下了这处小房子 如今您的女儿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治病 只得把你们留给女儿的这点遗产 也抵出去了 女儿从此连这个破旧的家都没有了 文剑 文剑也别堵着鼻子 没事吧 来来来来来 一二来 一二 一二过来 小夕知道吧 她现在遭了难了 没地方去 我不能看着不管 这儿 这儿 来 这儿 这儿 来 这儿 鸡胜 有点像果实 果实 来 没办法 就这么着吧 来 跟我走 上我那屋 走 来 来 走 走 你给我带倒了你这 你死猪乱臣的你 你走啊 起来 死猪乱臣 你起来 你升级 升级 升级也别跟我说一窗你 你 你不整成这样 你不回家你 把这破烂都拿走 老是躺着啊 升级也不想跟我睡一张床 来来来 小心小心 梅大姐 你们先进去 这地方小啊 给您添麻烦 客气 您忙忙 梅大姐 我先测问姐夫去 我 把这些人给您做了 好 阿姨 您先坐吧 我收拾 还有阿姨 这地方比较小 咱俩都挤在一张床上 行吗 不想 儿媳婦啊 你捧着和大春的结婚照 是不是在琢磨 往不往墙上挂 你心里是不是拿不定主意 是不是 不是